主席,各位同仁,本宴委員王靖世等16人臨時提案,建議家庭收支調查為政府政策擬定參考之重要依據,日前公布最新調查結果顯示五等分位家庭所得差跡以擴大至6.4倍,引起社會高度重視,然而我國家庭收支調查樣本數過少,且抽起比例逐年降低,以致代表性不足, 同時家庭可支配所得從過去可採十等分位比較,轉變為直採五等分位,政府無從從教系的分類中掌握所得差距的變化,故建請行政院擴大樣本數,並重新採用十等分類比較,還原家庭所得差距真實狀況,以利施政,是否有當,敬請公結。 本院委員,王進士等16個人提案,本案座如下決議,韓簡行政院